兄弟们快跑 要来不及了 看着小唐那自信的眼神 我只能默默点了点头 虽然心中有很多疑惑 但现在不是询问的时候 我们几人能不能活着离开这里 全得靠小唐带路 就在我们准备动身时 小毛却不合时宜的问了一句 小唐 你为什么对这里那么熟悉 糟了 我心中暗叫一声 如果此时惹怒了小唐 恐怕我们几人就逃不出去了 不过好像是我多心了 小唐听后非但没有生气 反而笑着解释道 在你们离开启示的时候 我的手机突然收到了一条短信 上面说你没有危险 让我赶紧来帮助你们 并且告诉了我逃离这里的方法 虽然小唐的解释很合理 但他始终没有掏出手机 给我们看那条神秘的短信 小毛还想继续询问什么 我一个剑布捂住了他的嘴 这里很危险 不适合闲聊 我们还是先逃出去再说吧 小唐点点头 然后继续带路 当他经过我的身边时 我不由自主的问了一句 小唐 你的感冒好些了吗 小唐被我突如其来的一问 停下脚步愣神了两秒半钟 随后笑着说 呵呵呵 已经没啥事了 谢谢兄弟关心 听完小唐的回答 我也笑着对他点点头说 应该的 我们都很担心 你的身体状况没事了就好 那我们快走吧 当小唐说出已经没啥事的时候 我就瞬间明白前面的这个小唐绝对不是我们的摄友 因为早上的时候 小唐还因为感冒下不了床 现在却啥事也没有的出现在我们面前 这根本说不过去 虽然知道了眼前的小唐是冒牌的 但我还不能揭穿他 得先让他带我们离开这里 兄弟们快跑 要来不及了 小唐催促道 我又对小毛和大头使了个眼神 他俩瞄懂我的意思 然后一起跟着小唐朝着楼梯口的方向跑去 说来也奇怪 自从小唐来了以后 那些怪物和诡异的女老师都没有再出现过 我们一路上畅通无阻 很顺利的从七楼下到了一楼 并没有出现在楼梯里无限循环的情况 我们一口气走出教学楼 以为逃出生天的我们喘着粗气 但是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又来了 学校的广播里竟然响起了放学的铃声 我明明记得我们是七点多近的教学楼 在里面总共才待了一个小时 出来后应该是八点多才对 可是现在播放的为什么是放学的铃声 想到这我立马掏出手机看看时间 我定睛一看瞬间汗毛都要炸了的感觉 怎么可能我的手机显示的时间竟然是十一点三十分 原来我们在教学楼迷失了整整四个小时 其余的三个小时就这样凭空消失了吗 就在我惊恐万分之时 小唐突然关怀的对着我们说 兄弟们折腾了一上午都饿坏了吧 我们一起去饭堂吃饭吧 接下来这个小唐会有什么阴谋 我们该不该跟着他去充满未知数的饭堂